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您确认麦克风以及镜头都保持关闭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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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活动一开始 很荣幸邀请到经济部工业局旅正华局长 为今天的活动致辞开启序幕 欢迎旅局长 落地应用 并以现实与想象的距离进行工需对谈我们透过交流使未来AI落地更接地气 我相信内容 相信内容一定精彩 过去国内支付业者大多以专案客制化来提供服务 完成城市开发启用之后 后续仅有协助系统的维护作业 近年来 随着科技的革新跟产业生态的变连 单点的模式服务已经没办法因应AI应用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我们资讯业者面临更庞大的一个课题也包括AI导入的时间比较长 AI管理比较复杂 AI技术人才比较缺乏这些课题为了协助企业解决产业的痛点以及一页联盟跨业整合的一个趋势 公众局透过AI智慧应用服务发展环境推动计划来推动关键产业的AI化的应用 也孕育新创团队规模化的发展 辅导开创AI解决方案来积极维运产业AI化的资源环境 也实践AI落地应用的一个目标 为了健全AI发展的环境 我们跟软鞋来共同建立AI技术服务能量的登录机制 也建构AI的产业地图来提升产品还有服务的AI化 从109年开始到现在 有50家的支付业者通过AI的能量登录 也获得多元的一个合作商机 通过认证的企业 平均提升了10%的营业额 目前也有不少具有前瞻性的AI技术厂商 陆续通过能量登录 例如 工合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MLOPS机器学习作业的登录项目 这是推动AI落地应用的核心工具平台 这样的技术服务也大幅提升 企业在AI导入与模型管理自主营运的一个效能 缩短产业转型的阵痛期 那我们工业局也跟传厂的这些工协会成立sig 由工协会来推荐指标性的企业 协助梅河供需方促成AI应用的示范案例 来扩散效益 解决产业共通性的痛点 我们也结盟共创产业AI化的应用蓝图 来协助产业的升级转型 那去年在职安卫领域也导入了AI装备应用当作案例 喜乐科技提供的工程安全智能化管理服务 降低职安管理成本20% 也提升管理效率20% 我们大幅降低职灾意外伤亡的人数 来保障职人还有工作环境的安全 今年中华软协也促成了海量 哈马辛 巨欧取得AI落地的实证 掀起产业应用落地实证 软体技术升级的补助 这三家支服业者分别在制造、智慧客服 还有观光领域来发展AI模型管理MLOPS的平台开发 我们透过辅导强化跨领域整合技术发展 为支服业者转型预祝新的动能 我们台湾支服业是产业数位转型的重要推手 总能够在各产业需求客制化开发的时候 展现台湾企业独有的韧性 相信发挥我国聚焦、优势、AI 应用于半导体、晶片、传感器等技术发展 再加上政府政策一起推动 台湾在全球AI领域中一定能够傲视群伦 希望透过这次的论坛 供需双方的对谈 来开创台湾产业AI的新道路 产观学员来携手推进我们 产业AI化的里程碑 再次谢谢今天与会的嘉宾 也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旅局长的支持与鼓励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大家长 中华民国资讯软体协会 沈博言理事长来跟大家说几句话 欢迎沈理事长 风行资本有限公司 李冲曼人 还有中国信托科技发展中心 王资深副总 华硕智慧解决方案产品规划处 彭处长 莫克斯公司张执行长 还有工合公司高创办人 加衡科技公司两种经理 还有我们中华软协AI大数据智慧应用促进会张会长 还有中华软协开放软体产业生态系联盟杨会长 线上的与会各位产观学员先进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欢迎各位能够参加今天下午 我们举办的不愿面对的真相 AI落地关卡重重的趋势论坛 我们今天邀请的前面八位的重量级的专家 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相信今天的收获是满满的 中华软协这几年 自力推动产业的数位转型 而这件事情 AI是扭转企业转型非常重要的工具 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经济部工业局 这几年支持中华软协 来推动AI的产业化 不以余力 企业使用AI的方案 目前逐渐的普及 我们今天的论坛要探讨 AI在规模化还有实际落地 会所预见的挑战 在供需双方的对谈当中 来了解AI的应用的趋势 还有方向 让想要用AI的一些企业朋友们 可以来多了解 人工智慧 已经被视为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它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 还有产业变革非常重要的战略制高点 也是许多国家在产业政策发展的重要项目 例如中美的科技大战里面 AI技术发展就成为两大国较劲的一个重点 所以凸显了AI技术在国家竞争力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台湾在半导体和硬体制造领域中得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但是随着科技发展的重心慢慢的移到软体来 那人工智慧未来的发展 台湾要如何在哪一个位置 那我们要想这个问题必须要想得更前面 定定目标超前部署 才能够站在世界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上 根据ID器材预测 未来四年AI支出的总额会增加一倍以上 也就是说从2020年的501亿美金 会增加到2024年的1100亿以上 所以AI已经成为必要的一个投资选项 所以企业在促进你的竞争力提升的时候 如何透过AI来进行投资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面对AI应用越来越复杂 而且AI要规模化的这个趋势 台湾的资讯业者要面临的是导入的时间 是不是过长 AI管理的复杂度是不是会增加 AI技术人才的缺乏 还有推动AI工程化怎么做 才能够达到AI真正落地的目标 因此我们要暂时勉励各个先进 还有技术专家共同推动AI能够工程化 实践AI落地的目标来努力 让台湾在AI领域的发展里面 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建立台湾软体产业的护国神山 AI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那感谢一度有经济部工业局的支持 来推动产业数位转型 那推动资讯服务业在各项软体工程研发的应用 相信在产观学 我们一起来推动 把AI的技术研发跟应用结合起来 一定可以提升台湾科技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 期望今天透过各位先进跟专家的经验分享跟交流 能够带动台湾资讯服务产业进步的一个动能 我要再次感谢今天与会的所有嘉宾跟专家们 也预祝大家今天听这次的论坛可以收获满满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沈理事长的鼓励 接下来邀请的是中华软鞋 交华软鞋AI大数据智慧应用促进会 张荣贵卫长来为我们致辞 欢迎张会长 沈理事长还有各位专家们大家好 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一个研讨会 我想大家在AI的推动上 这几年来有非常大的成果 从2017年公益局大力推动 而软鞋有成立AI大数据智慧应用促进会 不断来推动AI的发展 但是近几年大家已经知道 AI在各行业里面其实已经真的落地跟深耕 而且开始在服务更广大的 但是落地跟深耕这两件事情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容易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来谈谈 整个AI的落地跟实际上理想的距离 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过程虽然有关卡 但是业界里面有不断的在努力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企业里面 如果有多个AI应用在你的企业里面 进行的时候 那你们怎么把它做得很好的管理 那刚刚特别在今年的2021年的科技趋势里面 特别提到AI engineering 也就是AI工程这件事情 也就是透过AI工程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整个AI的应用 能够更具体落实有一道方法来落实到产业里面去 而能够落地跟深耕 很简单讲 就是AI它不再是一个单一应用而来发展的事情 而应该变成一个工程化的事情 那在这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要的主轴 一个就是我们讲data 就是data的营运 data offer 另外就是model 就是模型的营运 model offer 再就是应用的整个应用 就是开发 developed offer 这三个角度 其实就是我们谈AI工程里面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的研讨会里面 我们安排了一个论坛 由风行资本的理创办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说明一下在整个台湾AI实际落地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个报告是非常难得 是针对台湾来做的 另外我们有产业的需求的 跟工程上面提供服务的厂商 一起来做两边的交谈对谈 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其实每个单位在发展有它的理想要达到的事情 实际的距离 老实讲如果有工具来协助你 并不那么的远 所以相信今天的活动是会上的充实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面 获得比较多的收获 那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会长 接下来邀请中华软协 开放软体产业生态系联盟 杨仁达会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 欢迎杨会长 各位雨潭的贵宾以及线上的嘉宾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非常高兴来举办这个AI落地的趋势论坛 我们知道AI的应用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广 当把AI和人放在一起的时候 人的什么工作做什么事 现在看起来都可以AI 买东西也可以AI帮忙 在办公室里面做事也可以 在工厂里面也可以 那如果AI跟各种的装置感测器 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camera会自动辨识会有智慧 可以自动感测环境的状况而做适当的调试 我们再放大一点当AI放到车子上的时候 车子会自动跑 放到机器人身上 那机器人会自动做事 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AI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中 越来越普及 那挑战就来了 这么多的AI的应用 有没有这么多人才呢 那有没有相关的技术可以确保这些AI 确实可以有效的符合原先设计的需要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论坛呢 在谈AI落地的时候 其实背后是有各种的挑战的 那这些挑战 比如说当一个专案规模大 应用部件的越广的时候 那它要怎么去有效的管理 这所有的应用能够确保它维持一致的品质 OK 那当我们有一个应用上线了以后 它可能一做用 用个五年十年对不对 然后在这中间 各种的环境状况资料不断的学习精进 那如何去确保所有的资料 模型开发以及维运的过程 通通都是可靠呢 而这每一个事情呢 都是挑战 那都需要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想 如果不用人 主意的去写程式 可不可以写很少的程式 或者是甚至于不要写程式 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到呢 那这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 都是我们在谈AI真正要应用落地的时候 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有有效的解决的话 我想我们当AI真的 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和工作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来越放心 觉得它可靠 那今天我们找到国内最重量级的user 来谈实物上的需求 也找到国内最好的技术的公司和团队 来分享他们在这些技术和工具上的表现 和可能的应用 那我相信有这些的搭配呢 各位不管您是在供给端 还是在需求端呢 那都有机会在今天的这个下午的论坛中 得到丰硕的成果 感谢大家参与 让我们一起让AI跟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有更完美的结合 谢谢 谢谢杨会长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论坛主题 首先邀请到的是 风行资本有限公司李彦书创办人 来跟我们分享企业AI落地应用趋势 欢迎李创办人 大家好 我是风行资本的创办人李彦书 那风行资本呢 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 不断的持续的在针对台湾 不论是在大数据AI 还有软体这个领域呢 不断的进行投资 希望支持台湾的新创呢 能够站上世界的舞台 那也因我们这整个主题呢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也针对台湾整体的这个AI的落地现况 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盘查 来希望了解呢 整体现在市场上面的需求在哪里 那台湾在这整个大浪潮底下 我们到底走到了哪一步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全球的整体的趋势 我们说到AI也好 我们说到大数据也好 其实整体的一个大方向 大家为的是要去寻求一个自动化 甚至自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而自动化这件事情呢 在过去的一个decade 过去的十年里面呢 其实在全球已经不断的一直在延烧 那我们也看到在根据美国的一份调查呢 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整体在工业等等的领域上面的 所谓的automation density 也就是人跟机器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 在过去几年已经逐步的在攀升 甚至呢有非常快速的 在加速的一个发展 那与此同时呢 根据海外的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 我们发现如一个经济体 美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 针对这个automation的一个投入呢 能够产出大概等同于整个经济体 5%的一个GDP增长 那相较于没有再进行自动化 automation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的话 这个成长会来得非常快速 那到底在automation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 有哪一些环节是大家关注的呢 这是我们整理的整体 在实现automation自动化 这样子的一个大未来底下 其实有非常多方方面面 必须要同步搭建完成了之后 一层一层的叠加 才有可能实现最终automation的这个目的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随着IoT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然后接下来5G的落地运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全球的一个数据量 将会持续的爆发式增长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底下 企业当然就更需要在各个层面 有更好的完善的一个基础建设 甚至应用层能够去驾驭 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趋势 那尤其我们看到在接下来 从20年到30年 这可能会是第一automation的一个浪潮 再来5G的一个浪潮底下呢 成千上万的sensor 还有各式各样的endpoint devices 全部连线进来 再共同去实现 不论是在制造业 或是在零售 甚至金融医疗等等的这些场域里面 不论是在虚拟 或是在实体的世界里面 共同交错产生出来的数据 将会是爆发式的增长 而在这一波里面 Enterprise企业的数据呢 则是占有最大的一个席位 那到底投入这件事情 可以创造什么样子的价值呢 那其实我们看到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以及麦肯锡的一个报告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所有针对automation 或者是在AI这样子的一些投入 你可以实现的一些题目跟价值 不论是产量的整体的一个提升 甚至是整体的一个供应链上面的效率 那最终大家也更希望的是 能够在这种现在一切非常的变动的一个市场环境里面 因为一场疫情的变化 让我们无法去预测市场 接下来的一定的需求的情况底下 我们怎么样更快的利用数据 利用AI呢 来响应市场需求的一个变化 那这整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的从2017年 开始进入投资AI的这些领域的公司呢 我们看右手边的这个图 你会看到它在整体的 所谓的cash flow的一个improvement上面 在前面几年因为需要大量的capex 或者是oppex的一个投入 貌似看起来会表现比没有投入AI 或者是自动化的这些竞争对手呢 来得缓慢 那甚至呢可能落后其他人 但是呢来到了2020年呢 第三年第四年的一个情况底下 它成长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那也相较于呢 在前期不愿意去做投入的这些竞争对手 后续的这个增长力道 那跑到这种赛道的最后终点的时候呢 当然领先的呢 就会是我们这些 现在就抓紧步伐在投资的这些frontrunners 这些players 那同时呢 在这样子整体的一个研究计算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的是说 虽然前期可能要花大部分的一个capex 来进行投资 但是最终在整个output gain 也就是产量的一个提升 或是收入的一个提升上面呢 其实是完完全全能够去justify 论证这样子的一个前期投入的必要性 现在整场全世界仍旧在延烧的这个疫情底下呢 其实也加速了全球对于企业主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automation 或者是AI的一个投入需求的一个变化 甚至在思考的方法跟角度 我们也看到很大的变化 那在新冠肺炎以前呢 其实整体而言 大家追求的一些主要的adoption的目的 可能会是在我们看到这个 蓝绿色的这部分的话呢 大家其实的重心会摆在lower cost 降低成本 或者是在提升整体的效率 跟这个良率上面 那甚至是提升 目的一定是提升收入嘛 但是呢随着疫情的到来 其实全世界的商业领袖呢 也在思考一件事情是 不仅仅是要去提升我的收入 而是能够怎么样增加我们整个组织 我们整个业务上面的韧性 resilience 因为整个疫情下来让我们把原本 其实经营得非常好 效率非常高的一些行业公司呢 其实揭开了很多的一些挑战 就是在于组织上面 当人与人呢 不能有接触跟连接的一个情况底下 当工厂必须要关闭 或者是轮班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怎么样人就能够去保持一定的产能跟效率 又或者是说我们在零售业里面呢 当人不能够在线下进入店里面去消费的时候 我的整个business可以怎么样子 顺应这样子的潮流 顺应这样子的一个现况 去创造出新的一个产品 新的一个服务 来因应全世界的一个new normal 那所以这些议题呢 都被摆在了 因为一场疫情 所以都被摆在了我们现在的foreground 来检视怎么样利用AI data 来创造这样子的一些组织上面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整个时代在AI跟data的一个投资呢 我们认为时间点就是现在 那能够解决这些题目的问题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创造巨大的价值 那在整体全世界的这个public的technology的公司里面 尤其是在data AI的这个领域的供应商呢 其实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整体的市场的一个价值和它的股市股价 market capitalization呢 其实已经跑赢了整个大盘的一个整体的节奏 也未来呢在2017年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的是它将贡献出来的一个产值 将超越传统我们在网路这个领域里面 所创造出来整体产值 所以整体全球的一个投资环境里面 不论是在采购这些系统 或者是在我们创投的这个领域 在做早期投资的这个领域当中呢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AI的一个投资 已经超越了传统internet或者是电商 这样子的一些平台的一个整体投资节奏 那从整体的deal flow 就是投资案子的数量 甚至是融资金额呢 都在今年已经看到了超越的趋势 那在整个大的洪流里面 到底台湾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 我们是否ready去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机会 让我们能在全世界的这个领域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呢 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荣系和亚洲系国发会 还有台湾人工智慧学院 等等的一些合作伙伴 一起来进行了一场 台湾企业AI导入的一个大调查 一个体检 那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了解全行业的整体的一个状态 那甚至呢在各个垂直里面 在大家没有非常多的交流的情况底下 能够理解best practices 以及其他同侪之间的一个进度 好那我们的整体研究方法呢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针对了247家的公司呢 进行了访问 那这里面包括了各行各业 从台湾最显著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制造业 到网络零售等等的行业以外呢 我们整体的受访者任职的公司呢 其实也有将近一半是在所谓的中小企业 那剩下来的差不多60%都是在所谓的中大型 也就是500人及以上的企业 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跟这个分析了之后呢 我们将所有的这些题目各行各业各家公司呢 以三项标准来做评量 所谓的data 你是否有足够的一个数据量 甚至你的数据的基础建设是否已经成熟了 那有了这个数据 你是否有适合的团队 然后熟练的在应用这些数据 去取得business insight 甚至是在进行模型的一个开发 那最终我们开发模型的目的 当然也不是放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当然是希望落地到我们的operations当中 所以在整体的运营上面 使用AI的一个程度有多深 那将这三个三项放进来了之后呢 那形成一个完整的enterprise的一个成熟度的一个评分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调查之后呢 我们发现呢可以将所有的这些受访公司大致分为七个不同的一个阶段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企业AI的一个成熟曲线 从level zero可能了解了AI或是大数据这件事情 但是仍在考虑将它导入到企业当中的我们称之为level zero 那到level one呢已经开始建立你整体的数据收集跟处理的一个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 到第二级到你所谓的business case 你要将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跟数据运用在解决什么样子的一个商业问题上面 那当然很明确的来讲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公司要能够向董事会向管理层取得足够的预算 去进行投资的话呢 那当然首先要有一个business case的一个实验 我们称之为poc 那接下来才会进入到研发的阶段当中 不论是通过内部的研发或是寻求外部的合作伙伴联合来做这件事情 那在我们所谓level three 那到了level four呢会将实验的这些成果 开始导入到正式的生产环境或是我们的运用环境里面 然后到第五步呢持续的去规模化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叫全民AI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那到了最高级我们认为呢 其实到了最高级的公司 AI已经在整体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组织的血液里面 一直在运转咯所以大家其实不再去谈什么是AI 或者是说我们要AI这件事情 因为它不过就是公司运营的一个很基础的一部分 那我相信像是全世界领先的一些企业 Google Facebook Netflix Amazon 其实大家并不会去倡导 我要导入AI而对他们来说这不只不过是工作workflow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而这些呢我们就认为是真正实现了AI民主化 全民AI的一个这样子的理想的公司 我们称为level six的公司 所以呢以这样子的一个framework这样子的框架呢 我们再延伸来看这份报告里面的一些核心亮点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体台湾的企业在导入AI的急迫程度里面呢 我们认为大部分大家都已经非常积极的或者已经有动作在导入了 但实际上人就有29.6%的人 人就在问自己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做 对我有什么样子的价值 那仍旧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 那但比较positive optimistic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已经有大概70%的人 已经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initiative当中了 而已经进入在采用AI的这些公司里面呢 我们看到整体大宗的呢 会集中在0到3年这个阶段 这也因应了国家整体很多的各种不同的促进会啊 各工协会的一个努力 那国家5加2的政策里面呢 持续的推动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三四年里面 已经有了显著的一个效果 那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大大小小的呢 已经在导入当中 但在导入的急迫性当中 我们又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B2B的行业和B2C的行业 在对急迫性的认知 其实也有蛮明显的一个差异哦 那我们认为像是面对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这些行业 像是快销零售或是网路的行业呢 其实对于AI的一个导入非常非常的积极 那这个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面对的这个消费者的整体 它的行为跟偏好 其实变化的速度远大于B2B的行业 那随着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这么快速的话 那就必须要有更好的一个机制 更好的建设 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响应这些变化 举例来讲 电商行业呢 实际上在Martak的一个应用的领域呢 非常深非常广 也非常成熟 那零售业呢 也因应疫情呢持续的在提升 如何将服务带到线上 同时呢 在行销的领域呢 也可以加快速度 去和消费者去做接触 所以我们看到B2C的这个行业 整体而言 它的导入的急迫性高 那可能是因为 它面向的这个群体的一个需求变化的速度 那第二呢 当然也建立在相较于B2C来讲呢 B2B要导入完整的一个IT的solution也好 AI的solution也好 它的链条非常非常长 一条产线上面有上百台 甚至上千台的机台 那这些机台每一个都要能够导入sensor 都要能够串联的一个情况底下 才能够真正的去实现或许一个business case的一个题目 但是呢相反的像是零售业 可能只不过是一台POS机 它就能够开始实现基础的一个数位化 开始去预测整体的一个来电率 或者是一个revenue的一个forecasting 又或者像网络媒体 又或者像电商 其实它的触点完全是digital的一个触点 所以在这些地方要能够收集数据 变得相较于B2B的行业 来得容易非常多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建设在呢 当然B2C也相较于B2B能够跑得更快 再来从公司导入的部门 通常会是哪一些部门 先享受到AI的这样子的便利性 或是productivity的提升呢 我们看到很明显的是 基本上离前越近的部门呢 那它的这个导入的优先顺序越高 当然因为我们也可能是整体 在商业领域里面 大家的思维吧 也跟我们台湾人的一个整体的个性也比较像 就是说钱总要花在刀口上嘛 所以今天常常可能董事会啊管理层都会说 那我投入了一块钱在这里面呢 我能够导出几块钱的ROI回来 那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呢 所以我们看到在制造产线上面 还有行销销售的这些部门呢 其实是导入AI的重中之重 在一开始一定会是在这些部门进行导入了之后呢 才会持续的向后台运营的部门包括了物流 包括了HR Finance等等的这些部门进行导入 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在Profit Center里面 整体而言都会是各个行业里面 导入的优先顺序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趋势 整体而言是台湾整体在这个布局当中 以整个台湾这个主体来看的话 我们的一个状态 那在所有刚刚已经开始导入 AI的企业当中呢 大概有15.7%人就在所谓的准备期 也就是说它的 它可能还在基础建设的 数据的基础建设 或是Data Lake Data Warehouse等等的 这一块还在做研究 或者是正在导入当中开始收集数据 到导入期呢 它可能已经开始在思考是如何去运用 并且在实验这块的一个操作了 那到最后一段呢 真正可以到规模化 然后并且加速部署的这个状态的呢 我们也看到已经有25%的企业将近 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 所以整体的一个分布呢 大概还是这样子一个 以中间腰部来的最大的一个分布 那如果说我们在导入AI 它是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的话 那我们整体的产能呢 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数据科学家也好 我们的数据工程师 那我们比照了美国整体在过去两年 左边这张图 我们看到美国从2018年到2020年 它各个企业在数据科学家 每一个企业里面有大概多少的数据科学家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在2018年的时候 大概有58%的受访企业 它企业内部的资料科学家人数 大概1到10个 那可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两年后呢 这个比例相对的是下降的 相反在2020年呢 每个企业中有大概11到50个人的 这些企业呢 已经占了20% 从9涨到了20% 那甚至过百人的呢 也从7翻了一倍到14% 这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了这些企业呢 美国的这些企业 它已经开始通过它的实验阶段 它已经找到了一个整体的节奏感 所以呢 能够加大更多的一个团队 或者它的整体的产能呢 来快速复制 它在单一部门 单一use case里面的成功 到各个其他的部门当中 所以它已经在一个 加速布局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相反的我们来比较 台湾在2020年 和美国在2020年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看到的是 台湾整体我们在1到10人的呢 有63% 但相反的来说呢 我们在51到100个人的组织里面呢 我们已经超越了美国 我们是在6% 而美国在5% 整体我们看到的是 台湾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数据科学家的 这样子的一个储备意识 然后有逐渐的在扩大 这样子的一个储备量跟这个产能 那我们也很期待 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面 看到台湾的这个资料科学家 在企业的储备状况呢 也像美国过去两年这样 持续的往更成熟的一个状态 持续移动 那当我们有了产能了之后 那我们整体的产量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这张图我们看到的蓝色的代表 蓝色的柱状图代表的是 企业 受访企业呢 整体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总共已经去开发出来的模型 有多少个 而黄色的柱状图则代表了在今年 但是今年本身 在开发的模型数量有多少个 我们看到的是在不同 每一个不同规模的公司底下 规模的公司或模型数量的公司底下 基本上黄色的柱状图都超越了蓝色这边 或至少持平 那这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的是台湾的企业呢 也在加速整体的模型的开发量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呢 有机会可以double整体过去几年的 总体的一个模型的开发 速度跟产量 那也代表了我们的整体的一个 这个运用跟研发呢 也就如同前面几张看到的一样 台湾正在加速当中 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快速扩充的一个状态 在我们整个问卷里面 其中有一题 我们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 就是说在传统的 对台湾人的理解 全世界最认识台湾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是一个擅长 非常擅长cost down的一个经济体 不论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产品 或是我们在整体国内的一个心态 其实我们都非常擅长 也常常第一件事情 就会思考的是 如何去把整体的成本降低 那在全世界持续的在议论 AI到底能够创造的价值在哪里 或者是说人员会不会失去他们的工作 的这样子的议题底下 我们看到台湾的企业在选择要导入AI的时候 它第一大的这个目的并不是为了要降低成本 相对的在四个主要的选择里面 就是增加收入 提高组织效率 那提升库克充成柱 还有降低成本 这四件事情里面 其实cost down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最不受重视的一点 那增加收入也不是最大的目的 而是如何通过 Data跟AI的导入 能够提升整体组织的一个效率 这个效率包括了因应市场的变化的一个效率 包括了整条产业线 从可能在半导体 从design foundry制程到封装整体的 这个生产的链条里面的一个效率 生产效率 那还有整体go to market的一个效率 都是大家把AI运用 摆到前面最重视的一些题目 那这也摆脱我们一直以来 可能全世界大家对台湾企业的一个认知 在这个时代追求的 我们追求持续是效率 而不是一味的降低成本 那再来另外一点 我们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全世界平均有百分之 在一百个被开发出来的模型里面 大概只有13个会进入到模型的部署 跟operationalization当中 那但根据我们的调查 台湾大部分的企业的模型开发 到部署的比例 大概是20%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就是台湾人的研发 也非常的把它放在刀口上 只要我要研发出来的模型 我一定要是能用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效率 其实当然对我们的各大企业 在部署并享受这个驾驭AI 能够带来的价值 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认为是很好的一个趋势 但或许相反的来看呢 我们或许更擅长的是 利用全球已经验证过 proven的一些model呢 我们来进行导入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立竿进的效果 可是当然我们也期待 未来呢台湾持续的 我们的研发团队 可以持续的是在推进 push the paradigm 在更前沿的一些模型的 一个研发当中 可以也创造出我们的价值 跟我们在全球的地位 好那在 最后在台湾的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也看到一群人 也涌现出来 那整体的 当然我们的这份调查 包括了中小企业 也包括了非常大型的制造业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在这里面 有一群中大型的企业 大概就是200到500人的这些企业 其实他们呈现了很大的潜力 这些人可能是我们台湾俗称的 隐形冠军 规模有一定的 一定的市场份 市场份额市场规模 但是团队实际上只有大概200到500人 就能够创造很大的经济价值 这些公司呢 其实他们有足够的资源 他们有一定的人 也有不少的资金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规模没那么大 他们展现很大的灵活度 而在导入AI上面的企图心 也非常的强 那或许呢 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世界经济论坦 和麦肯锡的这份调查当中 愿意越灵活越早 愿意去投入的这些公司呢 或许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 我们看到这些隐形冠军 可能也会形成我们另外一道故国神山 好那最后我们看一些 持续的一些趋势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在调查当中也询问受访者 过去12到24个月 已经采用的一个技术 以及他计划在未来的12到24个月里面 去投入的一个领域 我们看到的是整体而言 有往从生产工具 或我们刚刚说的这些 在刀口上离前最近的application 持续往下到后台运营上面 包括了资安这个领域呢 成为了主要的一个投入的一个focus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当中呢 我们看到还有就是 如何可以加速企业内部各个不同部门 或是更多的产线上面 能够快速使用AI的技术呢 将会是未来的一个应用重点 那这里面包括了可能接下来 今天的很多的语台人里面 focus的一些领域 包括了在加速试错的一些平台 像AutoML啊 或是提升跨部门数据团队 协作的ML Ops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那甚至是在数据基础建设上面 如何从点对点可以更快 更快速更有效更准确的去传递数据 并且去挖掘数据价值的一些公司 那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在接下来 企业在寻找的新兴的应用 来因应整体automation的这个潮流 那今天最后呢 我也在提醒各位呢 其实AI的导入虽然非常的sexy 非常的有潜力 但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灵药 那在整体的一个导入的过程当中 也希望大家呢 管理好导入的一个期望 选择好容易上手 quick win的一些use case 建立整个团队的一个信心了之后呢 再持续的去扩大应用 那才能够取得 不论是管理层到最低基层员工的 整体的信心与这个支持 那最后AI的成熟度是动态 因为这个行业变化速度太快了 所以雪入逆水行舟 如果今天就算是level 5 level 6的企业 如果不持续的去关注 通过外部的合作伙伴也好 或是在整体行业的一个观察 去把将自己的use case 将自己的best practices呢 持续与市场进行更新 那找到最适合的新的算法也好 新的系统也好的话 那可能这个成熟度 还是会持续往后递减 往后衰退的 所以呢 希望呢 所有人呢 可以持续关注 那持续优化 不然就不进则退了 好以上是我们对整体的一个 数据报告的一个观察 也谢谢各位的那个对我们整个AI落地的这样子一个兴趣 那首先邀请到的是中国信托科技金融发展中心王俊全资深副总经理 来为我们分享AI导路落地应用的现况 欢迎王资深副总 各位先进 各位听众 大家午安 接下来 金融业代表 中国信托金控 来跟大家聊 简单聊一下 AI对于金融业的代表意义 以及我们在实际落地 遇到的困难 我想在开始之前我大概讲到对金融业两个最重要的关键字 一个叫数位转型 一个叫做意后行为 其实这两个其实都是未来金融业我们怎么样在这两个趋势下胜出AI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今天我报告的一个主题就是以中国信托CTBC而言我怎么透过加AI的模式 来代表金融业在这个重围中杀出来 好那AI基本上已经渗入到生活的各个场景 所以其实不管在一些无人商店 智慧工厂 语音助理 甚至医院的这个机器人 智慧家电 自驾车 其实生活的面面向向 越来越多的AI 发生在我们的周遭身为 那金融业其实 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因为第一个金融业的客户数够多 以中国信托金控而言有1200万的客户数 我们的产品跟场景够多 我们有分行 我们有客服 我们有数位的行营 行动银行跟网路银行 所以我们的场景是多的 我想更重要的是 这每一个客户跟场景或是产品 我们后面都代表大量的数据 所以金融业一直以来是 大数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有了客户 有了很场景 有了数据 我想金融业跟其他产业 最大不同是我们有资本 我们有资本去投资 去研发这些AI 以及金融业 因为是一个特许行业 我们有的客户的信任 所以把这一些客户场景 数据跟资本 以及客户对金融业的信任 其实我们在AI的发展上 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我们这里举了一个大陆的两家 不管是金融科技业者的交 交者阿里巴巴 或者是中国平安的集团 我想他们都是把数据 金融业的大数据 透过各种的整理跟应用之后 他们产生的AI 透过AI来做智能的服务 我们叫one service 透过服务来影响 金融业所存在的这个生态系 不管是金融业自己的生态圈 甚至有人输出到房产的生态圈 汽车的生态圈 甚至医疗的生态圈 所以金融业应用AI 有一个蛮好的先天的优势 中信金控也是一样 因为中信金控本身的客户数 跟产品线是完整的 所以在役后的行为 以及数位转型的大浪潮底下 我们有三个Connect 中间的这一块 怎么样透过AI的应用 来让我们的客户 能够有最好的客户体验 我们内部叫做 做一个超级个人化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AI 来发动一场 就是以最大规模 以及非常超级个人化的服务体验 这也就是为什么 CDBC会以加AI 来作为未来经营核心的主轴 那我们的做法 到应用的场景到底在哪里 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 其实金融业就是一个 大数据的非常大的平台 由于技术的进步 我们现在慢慢已经从传统的数据 是停在数据的仓储里面 已经走到数据 我可以扮演一个所谓的Digital Twin 数据分身的做法 我们把真实业务所有的营运数据 复制到实验的场域 透过AI的学习 我们可以模拟出来 我们在经营客户 或在做业务决策的时候 到底怎么做会是最好 所以我们用这种数据分身的大数据手法 让AI能够真正的在金融业的发展 一个落地生根 右边可以看到说 其实金融业有五个很重要的功能 这每个功能都可以组合成AI 以行销而言1200万的客户 每个月我们要发送可能一两亿次的EDM 我们有14个渠道通路跟客人互动 到底怎么加AI来透过 Marketing Tag做一个超级个人化的战略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议题 金融业面对的是金流 所以房市股市汇市债市 这些金融商品 如何透过新的资讯工程的技术 来加强过往用财务工程的模式 来做这种所谓预测引擎 这个也是我们内部在谈的投资的领域 如果可以加AI 我们可以做一个Investment Tag 一个应用 金融业内部有很多的作业流程 我们应该是跨产业里面 会拿到客户最多的人脸 证件文件 所以怎么把AI的能力 引进在金融业的经营流程里面 我们叫Edge Tag Edge是一个复合字 代表的是End to End两边 我们一个DG叫Digitalization 如果流程能够结合AI 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事 从认人任务 认知到认人心 听懂指令 听懂意图 可以聊天聊商机 这是我们在 Edge加一个很关键的应用 当然金融业的法尊跟风险 也就是我们很特别的 我们怎么样把AI加到法尊 如何把AI加到风险 所以其实金融业如果能够好好的善用AI 它在行销 投资流程法尊跟风险 面面向下都可以透过加AI的科技来支持全金融业的经营 所以过去在CTBC走了三到五年的加AI的一点 我们内部称为1.0 我们探索了很多的相关的AI的应用 不管是在CHATBOT应用在客服 我们用ASR应用在语音的助理 我们用各种的文章阅读去阅读 这些防洗钱洗钱防治的文章阅读 我们利用AI来做报告的深层 做征信报告的摘要 甚至我们利用AI来做人脸 图像和声防卫风格 甚至走到情绪的识别 以及我们透过AI的模拟预测推荐判断跟决策 其实过去金融业对于加AI的期待是大的 我们也经过了三到五年的探索 那探索当然就会有好也会有坏 我们已经在1.0的阶段 享受到了很多AI所带来的方便 当然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议题 我目前在大概就是抓三个比较大的议题 来跟各位谈一下 我想第一个议题是 AI毕竟是一个新的技术 到底AI怎么对于金融业的价值 其实在落地的策略 我们想应该先要做一个确定 很多AI先进在谈AI的时候都会讲到 AI其实就是要先问对问题 到底应该把AI这个关键资源 撒在哪个场景 应用在哪个业务线上 才能够最大化AI的价值 我想很多的金融业在导入AI的时候 都面临到AI可能只有亮点 只有放火花 可是它到底对金融业的价值在哪里 未必能够对这个金融业能够产生最大化 所以在经过三到五年的这些历练 我们慢慢已经抓到 到底在哪个场景 AI可以问对问题 而且能够真正发挥价值 第二个是AI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些技术的限制 其实重点在于说我们在应用AI的 怎么样可以知道技术的限制 能够走出 能够走出一个新的模式 我们在经过这几年的 这些实物的操作发现 AI应用在人机协作 会比应用在全无人上 它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是更大的 所以如果能够理解AI的技术的限制 我们就能够把AI应用在 这个最大价值的地方 那如果不能够理解AI技术限制的时候 我们对AI有个太美好的幻想的时候 事实上它在落地的时候就会 无法如预期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 我想第三个重点是其实刚刚先进都提过 AI其实就是要有一些历史的资料 那AI的历史资料到底有没有跟如何取得 我想也是很多金融业在推动的时候 光只有工具没有数据 是没有办法产生出新的这些智慧存在 所以绝大部分的金融业 在面对AI的时候 我想都会有如何问对问题 如何用对技术 以及如何利用新的资料来做训练 那中国行动因为目前我们的相关的AI专案 超过100个 其实我们另外有第四个议题指的是 AI落地之后 到底我如何维运 如何能够透过AI的工程化 把相关的AI模型 做最大的扩展以及部署 这是我们在1.0所遇到的一些 实际的一些状况 那当然有状况整体来讲 AI对于金融业的未来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前景 我这里整理了一下 根据Garton 以及7家的国际管固 AI在应用在各个面向 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的优势 所以金融业我们走过了AI1.0的尝试跟探索 我们也知道AI的技术的限制 以及如何切入AI 那我们未来也会针对加AI2.0 试着去把AI走出一条新的路 那很开心今天代表金融业跟各位分享 有关金融业的一个加AI的应用实物 谢谢各位 谢谢王资深副总的分享 接下来邀请到华硕电脑智慧解决方案 产品规划处彭凯翔彭处长 来为我们分享AI导入落地应用的现况 欢迎彭处长 我们在华硕智慧制造上面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那其实华硕在导入这个AI的技术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2019年年底成立了一个AIOT的BG 那这个BG的成立 其实着远于在透过AI来协助华硕内部 来针对制造方面的一些所谓的提升 那其实也在这个同时间 我们在去年的年底 今年的年初 我们也入股了在工业电脑的瑞传电脑 那透过入主到这样子的一个场域之后 我们把AI实际上导入到这样子场域 去实现我们AI落地到制造上面的一些应用 可在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面临到很多的一些挑战 那今天也借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把它归纳大概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 可能组织内部缺少一些AI领域相关的人才或专家 华硕为了要拥抱这个AI的一个技术 我们前前后后大概招募了200多位的AI的工程师 可是这个在华硕有办法做这样的投资 可是在一般的企业界可能面临在AI领域上面 人才或专家的寻求是有很大的难度 第二个问题就是AI的应用 其实大家一直谈到要做所谓的概念性的验证 所以所谓的POC的这个阶段 我们在过去的体验里面 其实它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这个原因在于各个面向都有可能 其中一个很大的面向就在于 整体的评估在ROI的部分 没有做一个充分的考量 那就是说在命题上面选择 其实刚刚前面的王副总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选择题目 其实在做AI是一个关键 当你今天在挑队题目之后 再往前走才有办法走下去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拥抱AI时候面临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用这个三个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拥抱AI所面临的挑战会有哪些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当AI这个技术蓬勃发展之际 我们在过去跟我们的一些供应链厂商 因为其实华硕本身在制造这个领域里面 在2009年跟合硕分开之后 其实华硕已经很久没有碰制造了 那我们现在再重新来接触制造的原因 就在于说我们期望有自己的厂域 来协助所谓的高阶生产 或者是在一些所谓的供应链上面 我们有更大的掌握度 那同时间我们也跟我们的供应链厂商 华硕的后院供应链厂商 大概有近300家 那在这300家的厂商里面 其实有很多都还很传统 而且他们在不管是检测或生产的工艺上面 可能都还在用人的方式来做很多的检测 或者是半自动化的方式来做生产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跟这些供应链厂商的老板在交流的时候 他们常会有一些问题 来跟Rick这边提到就是说 有没有机会让AI可以取代人 完全的取代人类的一些操作 那有没有机会有一些复杂的工作 可以让AI来做 那他们的这个想象 其实是想要用这个所谓的AI或自动化来取代这个人 那我举个例子 我们曾经到了一个厂商的这个工厂里面去看 他们在挑选这个瑕疵的时候 他们的功能其实就是把所有的这个 他要检测的东西撒在桌上 然后就用手跟他的一个弓箭来做一个波动的动作 他在检查的时候其实只要花三秒钟 就可以检查大概十几颗的这个所谓的零固件 可是用我们AI的时候 我们就在思考说 那我必须要看到那些瑕疵 我必须要把它拍摄的影像非常的清晰 这个东西其实在整体的这个所谓的我们TikTi上面 就跟人在做的事情就差很多 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期待AI去做到一些检测的动作的同时间 我们要思考到在整体的生产线上面 TikTi到底有没有办法满足 所以其实过去我们在跟很多的我们工业店厂商的 这一个交流里面 我们发觉大家都会有这样子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那也可以建议大家在做这个AI的导入时候 要更审慎去看这所有的面向 那其实刚刚提到了很多的一些观点 AI的发展其实它一日千里 那在过去大家可能觉得拿到一个演算法 那我透过演算法来解决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可能就成功导入AI 其实随着AI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而且它的这个所谓的使用的这个周期越来越长 我们要看的东西反而是来到所谓的AI的engineering 我们如何透过一个AI的模型的生命周期 来建构一个所谓的close loop 因为其实AI它必须透过不断的学习 那它才有办法去精进它自己本身的能力 所以不是我今天把这个AI模型建立完之后 这整体的事情就结束了 我们必须要持续的来优化你的模型 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这个AI engineering 是未来我们必须要去投资 跟去理解的一个新的技术的手段 所以从资料收集 资料的标记 训练 资料验证 资料的模型的部署 乃至于最后的模型的管理 这都是必须要被关注的 而且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避回路之后 才能不断的优化这个AI的解决方案 那最后面用这一张简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未来AI发展趋势 我大概把它分为四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 简单化 过去早期我们在 可能回想到20年前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研究AI 其实非常非常的 你可以讲传统也好 可是随着现在的不断的技术的进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AI的这个应用 它会趋向一个所谓的简单化 它可以解决单一的命题 而且在使用上面一定会越来越单纯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API的概念 透过这方式来调用不同的API 就可以让这个使用上面会越来越单纯 另外就是工具化 而你现在不用去理解说 我后面到底用了几个演算法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工具 来协助使用者 很快速的建立成这个需要的模型 所以工具化是一个趋势 另外就是所谓的服务化 所谓的服务化是 有很多的这个AI的应用 会变成所谓的微服务 那各位可以想象 它就是一个数位的IC 当我现在发展一套系统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数位IC 迁入到我的解决方案里面去 那变成一个微服务 那最终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云端化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企业都有办法 建设非常大量的这个AI的基础建设 或者是人才 所以透过云端上面的一些解决方案 来提供这些中小企业 把AI导入到它实际的应用场域里面 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一个场景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会期待说 这四个趋势都会在各位生活中逐渐的成型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与大家分享 华硕智慧制造解决方案 在过去这些的一些学习 好谢谢大家 谢谢彭处长的分享 听完需求端的应用经验 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听听 AI能够提供的技术以及服务 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 木克斯股份有限公司 张佳琦执行长 他要来为我们分享 AI技术以及案例 欢迎张执行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的语团 那也很感谢主办的单位的邀请 那我主要分享几个 就是我在大数据跟AI的一些经验 那前面当然很多讲者已经分享了非常多 那我们公司主要做的是 跟大家比较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主要做的是AI算法的部分 那在AI领域里面 大家可以分成做算法的跟做工具的 还有做API的 那所以其实大家想象中大概 你想要让AI改变你的生活 或改变你的一些预测结果 其实大部分都是算法的部分 但很不幸的 在算法的部分 其实是比较难赚钱的 也是比较难存活的部分 所以大家通常都是做比较容易 就是获得赚钱的跟scale的 像API跟工具的部分 那可是算法的部分 才是真正帮助各个业者 去解决他们核心问题的部分 那我们公司其实在制造业 高科技制造业 跟金融业跟零售业 都有比较大型的 比较深的客户 但是高科技制造业的客户 大概就是台积电 但是大部分台积电的东西 都是不能讲的 然后金融业也有很多东西 不能讲的 所以我今天主要分享的部分 会是在零售业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AI的话 其实以零售业来说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做算法 你会需要知道很多domain的know how 那但是我觉得做大数据 跟做AI的部分 其实你就要非常的有能力 很快速的去入一个产业 然后把它的问题 从它的domain问题 跟AI问题切割出来 然后你才可以很快速的 让你的算法可以去帮助客户 协作很多的问题 那零售从最前端到 零售前端到零售中台 到零售后台 大概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领域 从前端就是会希望知道 就是个人化的推荐 或个人化的定价 甚至每个人发给不同的折价券 它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 然后到中间的这些仓库要怎么配置 那我们公司做的零售业 是科目也都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他们当然有一些智能预测 跟智能配仓的问题 也都是由我们的AI 在协助他们解决的 那到后端的物流要怎么配送 然后它才会比较有效率 那有些零售业的仓库是一个大主仓 那有些零售业的仓库是一个主仓 配很多卫星仓 那这些仓库他们需要怎么样去整体化操作 那一般来讲 所有零售业面对最大的问题 他们可能都还不是AI 因为他们前段数据是在可能10个系统里面 中间有10个系统 后面有10个系统 其实数据就已经串不起来 所以其实要做到算法的部分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卡在中间的问题 其实是比较多 但是当然很幸运的 我们客户陪着我们 其实做了非常多非常多 这种N2N的算法 或是打破中间核心流程的算法 那一般来讲 你大概会希望先把 10个系统整合成一个系统 就是所谓一般的零售中台 或是就是零售后台 跟前台的部分 那在营运层的整合 跟数据层的整合之后呢 就是你就可以开始来思考 因为资料已经整合 你就可以开始来思考说 有什么东西是比资料科学还重要的 那什么样的资料才是比较价值的 可以可以催念出一些东西 让你的AI是可以成长的 所以关于资料 有没有价值这些部分呢 其实简单来讲 我判断资料有没有价值 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资料观点性 跟它能不能解决真实问题 如果它有很庞大的观点性 跟它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那个资料 就是非常有价值 大概只有十分钟 所以我就跳过一些案例 那通常其实 我们公司分析了非常多的 就是使用者数据 那通常数据跟问题 是不是对焦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你可能会想要问说 就是我能不能拿 Post机的资料来预测未来销售 那可能就是 那能够预测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你的问题 跟你的Data 有没有对起来 有时候你想要预测 非常个人化的行为 但是你的Data的颗粒度是不够细的 那其实就会有很多问题 那通常其实 这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沟通 就是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跟你的客户渠道 其实到底是单向的沟通 还是双向的沟通 那其实 其实会造成了不一样的东西 但很多人其实也都会忽略 就是 它的营运方式改变的时候 其实也会连带着 它收到的数据也会改变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系统 其实是动态的 当你的系统一改变的时候 其实你整个收到的数据 包含你的模型都是改变的 那我们最常帮客户做的是 像推荐系统 其实我们真的做过各种推荐系统 也有像股票证券的厂商 叫我们做推荐系统 然后有零售的 然后有飞机的 有旅游的 那我们就会 就是通常做推荐系统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 你要掌握客户的行为数据 你要掌握商品数据 然后你要通零 大概知道就是客户要什么 其实我觉得做AI跟通零差不多 就是很多时候 你就是看着你现有的数据 然后通零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那通常就是 我们就会戏称说 这个是客户算命时 那你通常要怎么算出 就是你客户 就是到底想要什么 那通常大概 大概分成几个等级 而第一个等级就是 它会用既定印象 去计算客户这样子 然后那既定印象 就是对于客户这件事情 是怎么去计算的 那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研究蛮深的 除了就对商品 因为就是user item 这两个东西 都有各自很多很多的维度 那user维度一般来讲 是比较难取得的 但是我们其实有用一些 特殊的维度 可以把user维度 extend到比较广泛的维度上 那这个部分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私下找我 然后那几个维度 当然是帮助了一些受险页 比方说他们在call out albancall的时候 就之前就曾经被一个 受险页的独立董事 问过一个问题 他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堆的 albancall的数据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什么样的业务 打给什么样的客户 在什么时间 讲什么主题 可以超过五分钟这样子 那这个问题 我们也很认真的去解过 而且有不错的提升这样子 准度的提升这样子 但是解的方法太过特别了 其实不太适合在这边讲 然后 那当然你对客户的印象开始 你就会开始研究客户行为啊 然后客户的互动 怎么互动 这是level 3 然后再来你可能可以听到一些客户没有说的心声 甚至他行为没有出来 你就知道了这样子 然后他没有说的心声 就是怎么样去跟他互动 把这些心声真的confirm出来 其实大部分最重要的资料库 资料都不在你家的资料库 就是你家的资料 你大概都已经挖爛了 所以其实做AI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还蛮需要一些创意的 尤其是你要解决一些未来的问题 而不是过去的问题 因为过去的问题 其实早就已经在你的资料库中 就已经早就被解决了 所以其实像我们公司在帮助客户 做数位转型或智能转型的时候 其实就是常常会帮客户解决一些问题 那有时候当然遇到一些很不成熟的问题 像资料可能还在纸本上 然后或是资料怎么样导入 这些一些format 然后我们的核心当然是转动这个 就是application data跟modeling的 因为一般modeling做完 只看到问题无法解决问题 然后客户会有就是 10个系统有20家厂商的问题 这个也是一定要解决的 那大概一般人遇到数位转型 或智能转型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四个 就是系统升级不连续 假设你已经弄好一个系统 那你又遇到问题其实会持续的变化 你系统无法连续升级 然后再大量数据都不是数位化的 然后以及数据的碎片化 跟系统的碎片化 这个都是会造成你AI是 比较困难去导入的这样子 好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大概有做了一些 智能的解决方案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就是之后 私底下找我们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张执行长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工科股份有限公司 Infuse AI的高家良创办人 来帮我们分享AI技术与案例 待会呢 高家良创办人将会帮我们分享 他们公司的精彩案例 接下来就邀请高创办人 嗨大家好 我是Infuse AI的高家良 那今天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ML Ops领域 就是协助这个企业的AI 导入以及落地的一些经验 好那我是高家良 是Infuse AI的CEO 那我们在今年4月的时候 刚完成了一轮的这个融资 那我们现在大概是26个人的这个团队 所以一些background 先让大家知道 那目前我们的客户 大概横跨金融业 医疗以及制造业 还有一些就是研究单位 那最早其实我们是协助 这个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在2017年的时候 开始要想要大规模的 让这个台湾的这些产业 能够得到AI的这个助力 去加速这个产业的这个升级 那当时其实有一个 非常unique的challenge 就是说同时有200个人要上线 做这些machine learning AI的事情 那其实没有一个现成的系统 可以让这么大规模的人开始做这么多的training 那当时就在 其实在成立这家公司之前 就协助这个人工智慧学校去设置一个大的这个cluster 让他们可以用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完整 一个consistent的一个方式 让这么多人可以同时上课 做各种不同的AI的training 那也就后来发现 就是说其实在企业里头 接下来AI如果是大家导入以及投入的这个重点的时候 那有没有这样子的工具 可以让这些data scientists 让这些资料科学家做AI的人 以及甚至跨不同领域的人 能够更好的协作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build我们这个产品 好 那我们到底要接什么问题呢 其实重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讲这个AI 然后这个落地等等的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software 2.0的概念 好那什么是software 2.0呢 就1.0是我们人写的程式嘛 那比如说我自己是软体设计师 大概可能写了20年的程式 那但是在这几年我们可以发现 用data用这些neural network model写的程式 可能比rual base 可能比人写的效果更好 那大家可能在过去24小时内 都用过很多其实是属于software 2.0的范畴 比如说Siri啊 或者是这个各种YouTube上面的推荐 甚至说是Tesla的自驾车等等的 那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 开始越来越多的问题是用这个方式去解 那问题用这个方式去解的特性 就是说我们的程式码变得很少了 因为你只要写这个neural architecture 但是你的复杂度 从本来你要人去写这些程式 变成是要去违运这些data 到model之间的这个流程 以及去improve 就是说你的model 有得到新的资料的时候 你怎么让它变得更好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这整个在做ML的这个流程 大概分这几个步骤 就是得到data嘛 然后准备好 然后你可能要match其他的data进来 然后开始buildML的model 那再来你要确认你到底哪一个model比较好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去用 看看有没有比较好 那要比较几个不同的这个结果 最后你要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有没有办法收新的资料回来 让这个model变得更好 好这个听起来就已经很长了对不对 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 这每一个stage之间 很多是不同的工具 你需要用不同的工具来组合它 那这个工具之间呢 其实目前没有太大的标准 就是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你是copy一大堆档案到这边 copy一大堆结果到这边 copy一大堆程式到这边 copy这整个目录到这边 去完成这整个loop 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上有箭头的地方呢 就是更复杂的地方 你的资料流必须要能够有一个好的方式去maintain 好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怎么样standardize这每一个步骤 那尤其在不同的产业 甚至是同一个公司里面 不同的team 每一个人要用的工具其实不一样 因为它处理的资料类型不一样了 有的人需要做这个image annotation 那有的人需要做这个video annotation等等的 那这么多复杂的资料 其实是非常 这么多复杂的工具 其实是很没有办法 你把它串得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build an ecosystem 让这些工具 这些data scientist 习惯的工具 在不同的domain 在不同的datatype 所需要的工具 能够更好的去互相的串接起来 好 所以我们今年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叫做primehub 那我们上面有这个primehub的apps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上面跑 比如说像labelstudio 这样子的open source的这个labeling的tool 所以当你的团队开始有一个新的project 那这个project需要用到annotation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开一个instance进去 开始做一些这个图形的这个标注等等的 那所以这个团队里面的member 或参与这个project的人 都可以使用到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labeling是一种工具 那experiment tracking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training的时候 中间的这些效果如何 那这个每一次的结果如何 这些记录 这是另外一种工具 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它整合进来 那甚至有更多 现在就是越来越domain specific 或者说越来越深 跟各种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复杂的这个stage里面 每一个其实都有很好的这些software 那但是串接起来 这个是一个新的概念 我们叫做ML orchestration 怎么样让把这些tool 让你的这个一个完整的end to end 可以顺利的做完 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 其实这个market是蛮热的 从大数据的时代 那那时候其实或是更早 Data Analytics其实就有IBM SaaS 这样子大的公司 那再来有这个Databricks 或者是Amazon上面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些比较偏infrastructure 有点像是ML infrastructure 那最近有一篇这个Venturebit上面的文章 在讲说这个MLops这个space 基本上是被这个startup占据的 被各种startup在处理这个MLops 每一个stage的特殊的功能所占据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右边看到的这种point solution 那大部分其实他们都做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focus在一个问题上面 跟这个大的这个公司不大一样 譬如说这个Pockiton 它就是做Data Versioning 它只处理就是说 我的Data一直要改版 那我怎么样能够去管理这些版本 然后我怎么样让我的实验 我的machine learning training 可以指到对应的版本 然后看到这个中间的关联 所以这样的工具非常的多 有我们刚刚讲版本管理的 有这个模型版本管理的 模型的这个monitoring的 然后看这个fairness的等等的 所以这一些point solution 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非常多 innovation的地方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你有这些point solution 可是它不是一个full value service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串起来 你还是要花很多力气 去把这些东西拼凑起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ML orchestration之所以重要 因为最新的innovation 这些tool都在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 串接起来 让它可以完成 我们想要做AI的这个business case 那讲一个我们的这个案例 像这个奇美医院是我们的客户 那在covid-19期间呢 其实他们有一个这个AI效助 有一个任务 就是要去预测这个急诊室的流量 那这听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可是这个背后其实是非常多 不同的ML model 你想像急诊室里面 每一个人的这个病情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针对这每一种人 去做一些预测 那再aggregate起来 去看看整体的这个急诊室的流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要解一个问题 它背后现在通常不是一个AI model 是多个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结果综合起来 那所以在过去其实他们 就是说可能跨部门合作啊等等的 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一旦你要更新其中一个model 因为你可能有新的资料进来了 全好新的model 那这个需要五六天的时间 那一旦导入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ML ops的概念呢 其实这个整个事情是自动化的 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做完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benefit 其实就是说 当你只是做一个pilot project 这没有什么关系 你就随便自己的infrastructure 随便自己弄没关系 但是当你要认真的做AI的时候 你要scale的时候 那你要管多个model的时候 你需要一些工具来做 那我们就提供这样子的工具 以及整合其他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ML ops里面 每一个stage的这些point solution 整合起来的一个工具 好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谈到 就是说很多innovation 在这些新的这个AI的 这个tooling的新创 那我们这些新创 其实有一个联盟 叫做AI infrastructure alliance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联盟 那里面从 像我们这样子的startup 到这个 已经race可能100个million的startup 到甚至已经被这个data robot 并购的这个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大概有三十几家 那我们大概是台 就是说亚洲唯一的一个startup 在这个alliance里面 那我们在做的其实呢 就是AI的这些tooling 那这些tooling之所以重要呢 是因为接下来很多东西 是用我们刚刚讲的software 2.0的概念来做的 那software 2.0需要什么呢 需要下面的这些infrastructure的资源 那所以像譬如说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在这个AI infrastructure alliance里面 共同做的一个 这个算是AI infrastructure的blueprint 就是说大概都你都需要这些东西 那每一家startup 或是每一个系统 其实cover的东西不尽相同 那你可以看我们这边做的 就是浅蓝色是我们做的 那浅绿色呢 是我们使用我们的这个apps 第三方去整合 用我们这样apps的概念串接起来的 所以就是基本上 看你要解什么问题 所以你大概都会需要不同的 这些tooling把它做起来 那我们的ultimate goal其实就是说 让这些最好的这些 可能做data version的也好 做model monitor的东西也好 可以串接起来 然后所以当你的组织够大的时候 变大的时候 你有多个不同的AI专案 需要不同的tooling 其实你很难一开始 有点像用这个计划经济的方式 说OK我把这些infrastructure准备好 所有的project都用这些东西就可以懂 我们在这个AI的这个development看到的 就是说不是这样子 因为太变动太快了 大家用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怎么样有一个flexible 但是这个coherent的这个方式 去管理这么多不同的工具 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好那所以我们协助企业 再把AI放到production里面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 待会我们QA有一些时间可以再多交流 谢谢 好谢谢高创办人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将要请的是 嘉恒科技有限公司 梁百封总经理 来为我们分享 贵开公司的AI技术以及案例 那我们梁总经理呢 是嘉恒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待会他叫我们分享 他们公司目前有的技术以及案例 再次欢迎梁总经理 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那我是嘉恒科技 我先聊我叫梁百封 那嘉恒科技 我们最主要在AI这个领域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以及去探讨说 AI在落地的过程里面 所遇到的挑战以及困难 那我们最主要 我们公司在做的是 AutoML 在AI里面在做AutoML AutoML 我基本上是在实现 AI落地的一个工具 OK 那在我们是试着希望说 能够把整个AI工程 给自动化去做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就算你有这个工具 实际上还是会面临到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一些困难 那我想刚刚前面 与会的几位先进 他们都提到非常多的一些 困难的一些痛点 以及在导入的过程里面 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地方 那我这边基本上列了大概五项 就是在导入AI的过程里面 我们实际上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等一下我会用两个案例 来说明说这五项 大概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哪一些 那首先第一个是 有关于数据上面 在Data上面 Data上面 大家刚刚讨论出来 都觉得说Data是很重要 标注的人力等等之类的 各种实际上Data是很重要 在AI成败的关键之一 再来就是大家讨论到说 有关于人才的部分 在导入AI里面 需要反反复复 OK 有人才的 AI的人才就是这么多 但是有这么多公司 想要导入AI 那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等等之类的 再来就是Data不是一个模型 就是像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说并不是说 我把数据丢到一个模型里面 它马上就是可以 去解决掉一个问题 OK 而且模型需要 反反复复去调整 最后才有办法 去生成一个可用的模型 生成了可用模型之后 后面这个模型是不是有办法 能够让它比较快地去反应 OK 而不是说 这个模型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够反应出来 这也是另外一个 可以探讨的领域 再来就是模型的建构 和进化的速度 所谓模型的建构 和进化的速度 意思就是说 假设说你先准备 把它整个做scaling 你准备去在生长上面 去扩充等等之类的 那随着时间 你的数据导入模型里面 你的模型会随着时间而衰减 所以你必须不断地 再反复回来做 所谓的retrain的动作 那在这个retrain的动作 往往会没办法去符合 生产上面的要求 同时能解一个问题 需要很长的时间 大概六个月的时间 再去解一个问题 再来就是跟现有的系统 去对接的困难点 因为每一个企业它大概都有一些 现有的系统 以及现有的设备 或现有的产线等等 那我做了一个系统 做了一个AI系统 我怎么和现有的系统 去对接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挑战 那接下来我会举两个案例 一个是比较医疗的 另外一个是比较 辨识文件内容的 OK 那借我这两个案例 我们回来看看这五点 我们面临到的挑战是哪一些 好 首先第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可能比较 在属于医疗上面 我们最主要在做的是 乳癌的育后因子的侵犯 育后因子就是 简单讲就是 癌细胞它有没有侵犯到神经 我们必须去辨识 它癌细胞有没有侵犯到神经 在医疗领域里面 我们基本上会用到 影像的有三个领域 病理是其中一个 OK 再来还有X-ray 再来还有核子医学 OK 那我们实际上 我们这个案例 基本上是病理的案例 OK 好 所以我们就是要 藉由模型去测出来说 到底神经有没有被侵犯 好 所以我们有两个元素 一个叫神经 一个叫癌细胞 那我们要去定义 什么叫侵犯 因为光这个侵犯这个名字 我们就已经跟医生讨论了非常久 因为到底它是要重叠在一起 才叫侵犯 还是很靠近就叫侵犯 还是到底是怎么样才叫侵犯 那医生后面 让我们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所以这是一开始的 在讨论题目的时候 再来我们就必须把资料给数位化 有很多的切片 切片它会变成四波片 我们必须通过扫片机去扫描进来 然后再把它丢到模型里面 接着下去预测说它被侵犯的范围 好 在前面扫描拨片 光扫一个片子大概就要15分钟 需要15分钟的时间去扫一张片子 每一张片子扫出来是20万乘10万 OK 所以它是很大的一个数据 根本不可能你一次就丢到模型里面去做预测等等 而且我们这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些问题 所以在整个一开始定义题目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那扫片机子扫片的时候 这些解析度不同的扫片机会有不同的解析度 对焦也需要人工调整 那每一个出来的片子也都不太一样等等 再来第二个这么大的一个片子 我们怎么样去标注 OK 而且我要标注神经 我要标注细胞等等 还有其他的组织 OK 其他组织我当然可以全部把它归成一类 但是我要标注这两类 再来模型实际上有非常多种 到底我们是要用分类的方式下去做 还是要用object detection 辨识的方式下去做 那到底哪一种是比较恰当这个专案 到底有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再来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讨论提问的时候 我们有发现说初期的时候 以一家医院来看 基本上你癌症的乳癌的病人 基本上不会量没有大到说 它有几万几十万这样子 OK 所以初期的量实际上我们是很少的 而且扫片机要少的时间 也是需要一段时间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很快地去评估 建立一个模型出来做苹果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前面的资料收集 就已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非常多的一些时间 然后后面实际上在做模型的训练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我们也花了很多的功夫 虽然我们有O2ML的工具 可以去协助我们做一些东西 OK 好 所以我们在进行当中的挑战的时候 在扫描播片 实际上它的影像基本上 实际上是因为很大太大 所以基本上我们必须能够把它做一些拆解 OK 然后看怎么样去做 因为它出来每一张都是十万成二十万 没有一张可以喂得进去 再来你要标注特征的时候 如果说就一张大的影像下去标注 我们到底要标注到哪一块 是比较恰当的 因为你知道在电子显微镜底下 如果我们再看病理波片 它是会以医生 病理医生来看的时候 它会移来移去的 那我们不可能在里面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挑战 OK 然后再来就是标注的方式 细胞一定不会长成正方形 你的神经细胞它也不会长成是一个固定的形状 所以在标注这些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们必须想一个办法 你不可能是整个范围去把它标注出来 而且放大的倍数不一样 代表你标出来大小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去标注它 再来就是这样医生在标注这些东西 医生的成本是非常贵的 这不是虽然你有数据了 你扫描这些片子进来 但是这些数据并不是一般人就可以看得懂的 他一定要医生才看得懂癌细胞 举例来讲像我们在特兴片上面 这边我看到的东西对我来讲 我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对医生来看 他可能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叫癌细胞 这个叫神经细胞 所以它可以分辨得出来 然后接着他要把它标注起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进行当中 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 好 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呢 好 我们最后决定用object detection的方式去做 OK 同时我们针对不同的目标 去做不同形式的标注 举例来讲 癌细胞方面我们就用正方形 我们可能去80%的方式去做 OK 然后另外不同像神经细胞 我们可能用就是多边形的方式去做 当然因为它图像实际上太大了 所以我们必须把图像做一些分割 但是分割的大小 把它切成小区域 然后丢到模型里面 那不同大小的切割呢 实际上会影响到模型的准确率 我们尝试了好几种切法 所以最后最后 我们测出来最好的几 最好的准确率是299×299 299所以一张图像 你想一张10万×20万的图像 我们要切成299×299 然后下去加以训练 所以基本上是要切很多张 而且还有overlap的50% 然后最后呢 我们是用重叠的方式去定义它的所谓的侵犯 我们知道RGB 如果癌细胞是绿色 如果神经细胞是红色 当这两个加起来 它可能就是黄色 OK 所以我们是用两张同样的影片下去做重叠下去做这个事情 OK 再来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简单的票据的一个内容的辨识 我们用简单的来看就是发票或者是一些车票等等之类的 一样把这些票据透过辨识之后导入现在的系统里面 票据实际上会有些困难点 票据发票特别是发票 你不可能是很整齐的折叠 它一定有破损污损等等之类的会有折痕 而且种类非常的多 OK 比如说某一家公司他自己出的电子发票 给人出来的发票的格式就不一样 OK 然后我们平常我们在拍摄这些发票 要把它输入到系统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遇到拍的能不一样 使用的工具不一样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而且会有歪斜会有阴影也会有模糊 同时有一些手写的资料是非常难以辨识的 而且中文的手写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 英文它有个局限A到Z有26个字母 日文至少有个50英 它就是有一个boundary可以去区隔 但是中文没有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可能很快的跟大家带一下就是 票据基本上手写是很难辨识的 然后我们必须透过一些增生 然后系统的间接 再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的五点 所以基本上数据的部分是很重要 但是有些数据还是需要特殊的 专业人士才有办法去解决 OK 人才 OK 到底导入AI是不是符合经济效益 那个 ROI是不是一定 OK 再来数据要re-train 所以透过AutoML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再来是模型的再训练再训练再训计划 再来就算现有系统的整合 那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后面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 谢谢梁总经理精彩的分享 也谢谢五位语谈人今天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讨论语谈的时间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由张会长 以及杨会长来共同主持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两位会长 那很感谢今天我们进行到这里 刚刚一开始由我们风行资本的李创办人 跟大家谈一下AI整个的趋势 跟台湾的一个应用的调查 我相信大家对于AI的认识跟落地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大家所了解 那再来我想这个我们论坛里面呢我想 我们就从产业方跟供应方 来这两个来看看我们探讨一下 我们所谓的现实跟想象中的距离 那让这两个能够怎样来互相的合作 那我想一开始我想先来请教一下 我们中国军统的王副总 因为刚刚大家从他分享里面 其实也看得到他有很多 在中国军统已经有很多AI的应用 而且现在跟未来都已经有一些规划了 那我这里要先恭喜中国军统 因为刚好今天新文化部 中国军统是获得了 那个哈佛商业评论的 数位转型顶格奖的 有三个奖项获得了 我相信背后一定有很多AI的一些应用 我想来请教一下王副总 就是说你这么多的AI应用在应用 那你在对于这些AI应用本身所使用的技术 或者说你应该用哪一个应用 那你在选择上你是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那在整个推动过程中 你们遇到一些困难或是挑战 我想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谢谢 我想我举 其实我们遇到的挑战还蛮多的 我举两个比较有趣的 第一个我觉得刚刚在另外先 今天有提到就是标注的问题 要人工智慧之前要先有工人的智慧 好 那其实金融业我们在 在做所谓人工在做AI的相关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到底知识哪里来 好我想很多的都金融业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其实是没有 offensource的这些data让我们去使用 我举个例子像存折 存折上的影像 它的解析度是很低的 所以当初我们有个案子 我们就找了20个公读生 好大概标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大概有几百万的标注资料 就从那里开始 那这个还算简单 那如果有一些是很复杂的 需要有很高升技术的这些主管 来做标注的 比如说一些复杂电文的辨识 那坦白讲这个就是一个 当我们要能够去让AI发动之前 需要先克服资料来源 标注的资料到底怎么克服 你会发现越高价值的需要 越高阶的主管进来做标注 可是基本上这个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甚至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是 我们要推动AI的时候 有一些业务限制 他到底到底要做什么 自己可能都讲不清楚 所以当没有一个 光确实的时候 其实AI是很难帮到忙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有关标注啦 或是光确实到底在哪里 那第二个是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挑战是 我们的案子很多 我们的人的成长是永远追不上 专案的成长 每年都是一倍到两倍的 这种专案量快速的在飞奔 所以我们在想的议题是说 AI到底能模组化 其实这个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 当我能够模组化的时候 我就能够套在类似的需求 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去克服的挑战 如果不能模组化的话 事实上我们的能力的成长 它会是变成为了AI 在持续扩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瓶颈所在 有点像是刚刚有在提到的 AI工程 那AI工程里面 它说实在 它就是让我们在整个 从建模啦到AutoML 到实际上线能够缩短时程 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寻找的是 模组化的机会 一旦可以模组自助型的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快速的套用 会使我们持续扩大AI 那这些技术 我们目前都还在 不断的在尝试 跟寻找相关的解答 以上我大概分享 中国信托金控实际的案例 谢谢 非常谢谢王副总的分享 其实从这个痛点来看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刚好我们今天在谈AI工程 AI转型 应该给提供一些帮忙 跟事务上的意义应用 谢谢您的分享 那再来我想 请教一下华硕的陈处长 我想华硕是制造业一个 蛮大的台湾之光 那整个制造业里面 我相信在用AI的一些应用 也是有非常非常的多的 那我想说请教您一下 你在发展一个AI应用的时候 你所花的时间 在主导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AI应用的建制 还有AI应用的推广 你的时间是哪一块花的比较多 而你在AI应用推广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 或是挑战 还是如果你有成功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 那就请您多一点分享 谢谢 也刚好借了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华硕其实也在做转型 因为以我们过去的产业形态 来看的话 华硕本身算是一个品牌商 那我们在2009年才跟合索有做了一个拆分的动作 所以所有的制造其实都在合索 那随着我们在2019年开始要 步入到所谓的智慧制造的这个应用领域里面的时候 我们决定开始自己去筹建这样的能量 可是在筹建能量过程中 其实我们回头一看 其实在我们后面有大概300家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的厂商 那这些供应链厂商其实他们都有实际上的场域 那我们就有一个专属的团队进去来协助他们 那其实刚刚您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我们怎么开始 我们也是做POC开始 可是我们做了POC之后才发觉说 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在解决 那些很很特别的问题 什么很特别的问题 我在现场到底要什么取得资料 因为过去可能是人在处理 那我今天有没有通过不管是自动化 或者一些所谓的所谓的机械结构 去取得这样的影响 这个取得影响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沟通 因为过去大家会思考说 你AI不就进来就好 可是问题是我要看得到它 我看得到它之后 我才能有办法用AI去解决它 所以在现场的这个环境架设 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前制作业其实就花了蛮长的时间 这个是我觉得过去在制造业员里面 因为我们遇到比较大的挑战 那把这个资料取得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所谓的资料的一些钱处理 然后把它做标记 那在这个标记的过程中 其实也需要一些行业的知识 那华硕本身也没有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工业厂商 所以其实在前制的这一段 其实刚刚在我的这个简法里面 我们有分享到大概花了80%的时间 在做所有的资料收集 然后再做interview 然后做资料的标记 建模其实很快 我们的团队大概建一个模型 可能一个礼拜就可以解决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前面的 这资料的收集 跟这一个所谓的标记 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当这个东西 所有东西都做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说 如果今天以华硕这样的规模 我们一个一个专案做 这好像不是我们的期待 所以说其实华硕本身 是一个品牌商 他应该是做产品 不是做专案 所以我们回过来 再审视我们自己的能量 是我们觉得应该 要把这东西工具化 所以我们的团队就开始 一分为二 之前都做专案 好 那我们就把一分为二 有人做专案 有人做产品 然后这个做专案的团队 就把产品给 做产品团队 就把这个产品给专案团队用 就直接去让它去落地 所以等于是我们里面 扮演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产品的供应商 一个是所谓的SI 那去把这个实际上 场域去把它落地下来 这个是我们在 推广的时候 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也 因着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就开始到说 如果今天我们的SI 它希望让这个所谓的 AI engineering 可以整合到它的 整个结合方案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 把这能量再扩大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其实已经发展出这产品 然后产品也在今年 八月份已经 上到市场上面去 所以 其实现在各位 业界先进都有机会 在华硕的 网站上面看到 我们不是单纯只有 卖笔电 卖这个主机板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aiot.asus.com的 网站上面 就有提供到 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好 非常谢谢董事长的分享 其实刚才董事长的 分享里面 也看得到 其实话说本身的 AI团队 也从开发AI 也 其实也已经用了 AI engineering的概念 把团队分开 能够来 让它能够 尽量能够做 重复的事情 是的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说 如果有80%的时间 花在那么多时间 在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 那如果能用工具 把它时间缩短 80变48 其实就产生很大的 能量 我想这都是 我们现在在谈 台湾安全力 其实可以来琢磨的 一些地方 那我想 我们刚从 两位分享 大概 产业方 需求方 其实点出很重要的 一个产业 跟一些自己的做法 那我们是来看 我们台湾这么强的 支付业者里面 来提供一些工具的 或许可以回应一下 这些的问题 那我们来做点交流 那我们请 杨副华会长 好 谢谢张会长 也谢谢刚才两位 从需求端的这个分享 也看到的 其实我们谈到很多问题 大家都是共同的问题 那么工具化发展 也是大家很有共识的 那很幸运的 我们今天有三位 非常强的 这个攻击端的团队 我想我首先呢 就请这个木克斯 张执行长这边 来帮我们分享 因为木克斯 在这个建模型 这一类的 其实有非常丰富 而且有很好的这个 优良国内大企业的经验 我想这些问题 不管从标注 或建的好的模型 是不是请 张执行长这边 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来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好 大概简单回应一下 就是刚刚听到 两位需求方的 一些共同的需求 那我觉得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是 就是我们在处理AI建模之前 大概会有很长的preparation 包含资料 或是问题的切割 跟问题的探索 有时候就是 一个问题要怎么切割 然后切得好不好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资料的准备 以及资料的收集 甚至资料的标注 这都是属于AI 比较前处理的部分 那这部分 其实当然很多人 希望可以把它 模组化或工具化 但是根据我做了这么多 这么多科目的经验 我认为基本上 看起来是几乎一个 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认为 其实模组化跟工具化 方向基本上 大部分是错的 因为其实 其实国内跟国外 有非常非常大量的 ETL模组 不然像比较贵的 Informatica 可能一套3000万 然后到比较便宜 也像国内的品牌 像奈特普罗 就是他们也有一些 ETL工具 我们自己公司也做了 非常多ETL工具 然后但是大家 其实都忽略一个 重点哦 你想要的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工具 工具可以 可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也可能可以帮你交财 那大部分都是 买工具交财 都没有买工具 解决问题 所以基本上 问题 就你买一堆ETL工具 但是你的资料的格式 没有一个比较好的 Domain Know-how 去重整schema 跟schema burden control的问题 基本上 问题还是在那儿 这样子 你就买了最先进的工具 买了10年 它的问题还是在那儿 然后它另外一个问题是 AI模组化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公司 比较核心的部分 所以其实也是比较多 可以分享的 就是 就是我觉得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有很多人提到说 就是像做AI的研发 其实我们可能会聘个很大很大的团队 可能聘个200个人 或是2000个人的团队 但是其实 其实我们公司 其实很喜欢挑战 非常非常难的AI问题 包含像中文字型的自动生成 像像自生成 它其实是很难的问题 然后那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个字型 它一个笔画 它可能有10个控制点 或5个控制点 那我们怎么把不同笔画 放在同一个像量空间里面去学习 去应对 它的这个资料的不一致性 其实远比比方说你不同的资料来源 有些video有什么的整理 还要再困难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动员了 我们公司就最强的 大概10个数学家去解这些问题 才开始把它梳理清楚 那有时候真的就是会遇到 这种类型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像我遇到一些客户 他们其实期望他们的AI的团队 要解决的问题是可以带来很大很大效益的 比方说可能国内比较大的零售业 他们一年可能是几百亿 甚至几千亿的营业额 它的准度只要1% 它就多很多很多了 那我们当然有幸运 就是帮我们一些客户准度 甚至销售预测准度 甚至赚了20%或是60%的这种状况 其实整个RI的计算 你就会知道那个模型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在做那个模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单纯的销售预测 然后他们家的商品数量非常大 也是百万级的 那那个销售预测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打败的benchmark 其实很简单 就是拿前30天的所有所有销售量 加起来除以30 直接拿这个concent放在未来30天拆 就这样子而已 这是benchmark 大家就觉得这个只是concent moving average 应该很容易打败 但是但是我们一测啊 我们发现rolling moving average输它20%了 rolling moving也就是拿30天才第一天 29天加第一天才第二天 然后28天加前两天才第三天 它可以输它20% 然后我们 我们动员了当然很大量的AI工程师 或者AI科技家进去训练 前一个月所有的模型 全部输给concent moving average 但这件事情其实 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lesson learn 跟震撼 就是说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 是要怎么去做 我们其实眼前就看着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AI问题 资料也全部整好了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去突破 然后拿到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有时候做AI的问题 我觉得包含整资料也是 就是它不是一个 然后我用200人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相信 就是200个顶级的AI科学家 可能可以做出AlphaGo 但是200万个一般般的AI科学家 可能只能do nothing这样子 这个我觉得是 是AI这个产业非常非常独特的特性 包含整资料也是一样 我们可能很常忽略整资料 这件事情 它也是有很深很深的 insight跟knowhow在里面的 深到就是现在所有做产品公司 都还没有办法把它一体化 那 那其实我们公司最近 今年啊 最多最多的需求来源端 大概就是 就是我们的互国神山台积电的这样子 那他们讲的东西不多啊 就是 我大概简单分享几个 我接触台积电的时候 我 其实反思很久 就是我自己公司 因为我自己公司 其实常常出去 跟各个创投啊什么 就是募资的时候 或是在present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欸 加星你们公司 木科斯是不是就是一家做专案的公司 你们根本就没有任何产品 那你们做专案 那你根本在市场上 不会有任何价值 也不会有任何估值 那他当然有拿到鸿凯 可以跟很多的用户进行 就是以直接的面对情境 跟看情境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深深的思考 就是台积是全世界 第八大市值的公司 但是台积电也是一家专案公司啊 它没有产品 所以是欸 为什么一家 没有产品的公司 它可以变成全世界 第八大的市值 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它可以变成世界第八 欸 这些有产品的公司 市值全部输它 甚至台湾有上百个有产品的公司 都搞光了 那台积电是第八大市值的公司 那它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这让我们其实反思了很久 其实我觉得AI 其实其实 其实跟IC产品 其实有点像 就是 其实台积的产品 非常的隐性 它其实 他们在 我觉得他们最大竞争 就是制程工艺 就是它卖的是制程工艺 它只是用IC晶片做变现而已 但是它真正卖的是制程工艺 其实AI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可能是用模型在变现 但是你的模型的制程工艺 就包含了你的整理资料 你的模型训练 这些全部是模型制程工艺的一环 那至于你用什么工具 其实我自己 其实我觉得AI公司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专注于工具的 把工具确定到极致的公司 那最有名的独角的时候大概是C3 AI 另外一种是专注于问题的 它会功课问题 要问题打穿的那一种 最有名的大概是Deep Mine 那再来就是 比较有名的独角兽可能是Penetier 那基本上 我们公司其实是比较像是后者的 因为我们其实非常专注于问题 我们相信 只有在面对最难的问题 才可以想出最厉害的工具 那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最近随着Penetier股价就是不断的高涨 就是其实也越来越多人可以理解 我们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了 这样子对 要不然大家都觉得 啊你就是个专案公司 可是有时候你要把AI做好 你不但专案公司 你还真的是做不好 也没办法把AI制程工艺不断的拉升 那我们当然就是一家非常专注于 各种AI的制程工艺 包含像Functional Function的 Functional Space的这种 这种AI要怎么去建模 怎么把自行放到 一个Functional Space里面去model 而且它还要不同的笔画要叠起来 然后怎么样 像在预测Covid-19的时候 我们总的从病毒层建模 到单人层建模 到人群层建模 然后三个模型怎么互相沟通 就是我们建的模型 其实是非常有深度有层次 甚至一些Meta Learning的 技术 但是其实很遗憾的就是 当然我觉得台湾其实 给我们这种value的场域 或公司其实 可能并没有说 可是台湾其实培养 这种人才的场域 也不是那么多 愿意花时间等待 跟花时间等这些模型成果的 其实不一定那么多 但是其实你一旦等到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是 几百亿的几%的gain 那那个其实是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投资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也是呼吁各位需求方 其实可以多关注一点 在focus问题 problem orientation的方向上 有时候其实 比关注在tool上面 其实会来得更加重要 以上 好谢谢张执行长 张执行长的回答 就让我想起这个 六十五六十年前 那个程式programming这件事情 才刚开始萌芽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debate 就在谈说 这个写程式这件事情 到底是艺术还是工程 这个炒了这么多年 可以想像刚开始 这写程式的人偏艺术 所以整个论述都在那里 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就知道工程工具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是说哪一个重要 或是决定 而是它就是一个发展的例子 从一个极端 像刚刚讲的这个 木克斯这边就是追求 这个极致的问题的价值的创造 和解决 那在这个工程程序的工艺上 实际的进化 那另外一端 就有像我们工和这个高创办人这边 他是从工具这一端 像那个PiHard的Ecosystem 然后把一些经常碰到的各种问题 让它工具化 那从这种观点来看解题 是不是 请高创办人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观点的做法 是谢谢 好 那感谢那个佳琦刚刚把这个 我们这个算是Service for product 就是做了一个分类 好 那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是 如同前面两位先进讲到 就是说 那个Data进来 其实你前世作业真的很多 而且不同种类的Data 不同类型的问题 你需要的这些东西又不一样 所以模组化的确是非常困难 因为你只能by data type 或是by一个specific problem 你可能可以模组化 可是就没有办法那么general 好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大家其实在试图找各种工具 去处理各种不同的Data 好 那这个工具可能是 可能是这个外部的这个open data set 可能是实际上真正用来做annotation的工具 用来做资料前处理的工具 好 那所以我想这边的确就是 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机会 因为每一个问题 其实都是一个N个工具的组合 它是最佳解 可能是N个工具的组合 好 那我们最近做了蛮多 这个国际的一些potential user的一些访谈 那我发现就是说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在这些鼓励创新 或者说在试图让整个团队的文化改变 变得是说可以更用data 更用AI来做创新的时候 其实demokratize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有什么资料 而且不是只知道有什么资料而已 是哪些资料可以用 哪些资料其实是很容易outdated的 知道data的quality怎么样 然后有些人已经做了一些intermediate的成果 根据这些资料做出了一个初步的模型 那这整个knowledge 在这整个组织里面 在公司里面是透明的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有哪一些东西可以用 所以你的innovation 可能就会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发生 大家知道有这些事情 可以去做一些尝试 好那所以 其实工具是怎么讲 的确是一个从这个解论体的另外一个极端 但工具是enable collaboration的一个基础 好所以我们要看到大规模的创新 其实我们在讲说这个art or engineering for这个software 那一个人一个人做成是大概art成分比较多 但是团队其实engineering成分比较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经过这个二三十年 这个software engineering 很多的practice 包括CICD version control这些东西 其实你把它搬到data这件事情来 发现很多missing pieces 就是data怎么version 然后这个lineage怎么处理 然后这个最后怎么evaluate 甚至我们在software engineering很常用的 这种agile的方式 它用在data team合适吗 这个现在有非常多的debate 怎么样run一个effectivedata team 所以这一大堆practice 其实很多是可以接近software engineering 但是又不一样 所以我想现在大家在做很多尝试 那工具其实都是在辅助这些尝试 让团队的这个合作可以更好 OK好 谢谢尝试创办人 这两个极端就一定有中介 对对对非常好 所以这个中间是什么 就是也解问题 然后也用工具 但是又不太需要自己有本事有能力 最好是loco或noco 这个就是这个加恒两种经理这边的专家 是不是也要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 OK好谢谢尝试会唱 这边 基本上我们是做automail automail基本上是一个工具 那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在导入AI 很多企业都想要导入AI AI很红 大家都希望去做 不管大企业 不管小企业 不管中型企业 大家都想要做AI 但是就是这么多人会AI 所以这些轮材 可能被大企业 可能都已经吸引走了 那中华企业说 那我要做AI怎么办 那我等下找指定 找他们下去做 那我只能解一个问题 但是可能我们公司 又没有那么多的预算 或者是我只想试试看 那我怎么办 那他可能就说 这个scale太小 我没办法下去这样子帮你做 但是我公司又很想做AI 我希望说我能够增加我的竞争力 我希望说我能 到底我们公司的问题 做在哪里 有没有团队可以来帮我解 但是可能找不到人才 你可能找不到团队 这个是怎么办 这是你看着大企业 都一直在朝那个方向走 那我们当然是要跟大企业去做 但是我又没有人 我也没有工具 我又没有其他的一些资源 我没办法去做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是说 我们只要把AI工程这件事情 做成一个自动化的工具 就因应了生所谓的AutoML 从前面除了定题目以外 从前面的资料做简单的清理 当然像我刚才举那个医疗 那不可能吗 那解决不了吗 那非要医生看不可吗 前面做简单的资料的整合以及清理 比如说从不同的Database 然后资料出来去整合去清理 到模型的建立 到后面跟现有的系统去间接 甚至于做Pythonite 做模型的管理等等之类的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 所以对一个他想要了解 因为他想要试试看 我公司有一些资料 我可不可以试试看 这时候你只要把他丢进去 让他自己跑跑看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题目 或是客户有些题目 基本上那个题目跟最后的结果 差异是非常非常大 举例来讲 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银售 用Pose下去预测 这实际上 我们后来我们自己去 跟客户做了一些测试 做了一些POC等等之类 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题目 因为你的销售 你现在的销售跟什么东西 除了你Pose的销售之外 除了你跟你的商品结构之外 跟你的客户来客树 地域性会有关系 跟天气会有关系 跟时事会有关系 比如说前一阵子 可能猪肉卖得比较不好 比如说下雨 雨产这一些就卖得比较好 捷径这些东西当然是可以预测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办法预测的 那会影响销量 那当然现在的这些零售 他们当然自己有所谓的补货 或者预测系统做这些事情 通常他们会用过去的一些资料 来看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发现说原来他光自己的资料 是不够的 你可能还要其他单位的一些资料 才有办法去整合进来 去看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像我们也遇过一些客户 他说我们很想做AI 但是我们公司规模不大 我是专门做皮革的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辨识出来 然后分类说那个是属于哪 什么类的皮革 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做 他说我们现在透过老师傅在做 我说老师傅怎么做 他是看一看呢 他说他要看 看那个纹路 我说这我可以做得不好 再来他说他要摸摸看 我说这个我可能会有点困 资料部分我可能就没办法 第三个他说这个老师傅 他拿起来纹纹看 我说这个做不到 所以就当我给你这个工具 也没有用 因为以前那个资料 根本就是完全 我没办法去收集的 所以他上面有这些例子 所以基本上我们最主要的初衷 最主要是希望说 我们一个工具 一个平台 然后让这些人他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他试了 觉得还不错的时候 我们也遇过一些他测过 他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再下一步 举例来讲 他比如说我的会员系统 我希望说我去增加 多少会员 我可以提取里面的哪一些因子 去做行销 因为我原来行销 我可能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做 或者是原来的方法去做 那希望说能够 针对比较specific的一些点 或一些特征下去做 那我们只要把特征因子提取出来 再去做行销 所以有一个工具 让这些中小企业 让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去试试看这个AI 或者是能够直接去运用这个AI 我觉得实际上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在推广 非常谢谢大家分享 其实从刚刚我们这样一轮下来 其实就已经很清楚 其实从这样看我们看 AI它导入有阶段的 跟自己在初始阶段 还是在一个很成熟阶段不大一样 那工具其实很帮助在初始阶段 可以很快速的可以来实行 等到很深入的时候 或许问题已经很难 你可能不是一般工具适合 那就其实可能专业的工具来解决 可能也是一个适合的 那我想我提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讲工程 AI工程 刚刚特别提到的 到底Pokement是art还是engineering 当然现在看已经是engineering 工程里面其实不代表只有工具 而我认为还有很多是process 做事的方法 那我觉得这些关键融进来 其实各个角度上能够cover 这就是AI工程 希望能帮助产业的 那我想今天的时间就比较短 因为没办法当他畅首议员 我们最后是我们请大家用一两句话 来讲一下AI工程 你的看法或AI落地 你的看法或建议 好吧 那我们现在从过去 那最后我们请杨慧长做个总结 好谢谢 我想对金融业而言 AI真的就是要问对问题 刚才我听到就是说 到底这个问题在这个阶段 能不能解答 所以对金融业 我觉得如果要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要问对问题 找对解法 自然AI就能帮到你的业务 好谢谢 如果从制造业的角度出发 其实我echo就是 王副总的说法 还是要找对那个命题 因为命题真的很重要 当你命题对了 后面要做就相对容易 那命题不对的话 你可能四倍公半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把命题先做清楚 对 江志英长 echo一下会长 就是我认为AI是 具有极致engineering技术所创造的art 就是就是基本上就是 你因为技术越强 你能够创造越厉害art 比如说刚刚有讲到皮革问题 那如果我去解那一题的话 我可能会想说 我怎么创造一些sensor 它可以取代人摸 那我们也知道嗅觉 其实可以被分解成几个刻度 就是几千个刻度的dimension 那其实嗅觉是已经被understand了 所以不论触觉嗅觉或是压力触感 其实全部都可以有sensor去把这个资料 隐备进去 所以它这当然是 就是当你在侦测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就是极致的engineering 但是当你把这东西收回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拆解问题跟定义问题 那其实就比较art的层面 大概是这样 好谢谢 来观众们 OK 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护卧深山 就是我们可以想像是software 1.0的silicon 因为software 1.0 不管你写什么程式 你最后要跑在某个chip上面 但是以software 2.0来讲的话 那它的silicon的这个对比是什么东西呢 我认为就是这堆工具的组合 这堆工具能够让你的machining model AI model持续的进步 持续的变好 然后这整坨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个所谓的ml ops 就是sulfur 2.0的silicon 好 谢谢 我想AI 首先 AI它不是万能 但是你如果没有导入AI 基本上你是会缺乏这种能力的 OK 所以当你要导入AI的这个过程 有些问题不见得是透过AI去挤 有很多一些的方法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AI我们现在在谈的是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但实际上AI这个帽子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OK 是除了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之外 还有很多的一些东西 OK 也都是AI OK 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当然一个工具可以大家去试试看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好 谢谢 杨卫长 谢谢 谢谢这个几位 这个雨滩人 不管从这个需求端和工具端 来跟我们探讨这个AI 和AI工程的议题 我想我简单的可以 不能讲 summary 不过也是代表一个综合的意见 第一个看起来 AI 当我们把它拿去做这个极困难 而且高价值的时候 那是一个工艺的极致化 看起来像艺术有一天它会工程化 就像台湾电影一样 这是一个进阶 然后第二个进阶是 随着AI在做的时候 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一个一个都会跑出来 这些都可以用工具解 不需要靠那个人去解 那这一端 那个像这个工具的Ecosystem 收费2.0 就是在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当然有了以后 我想就更多的问题 可以用AI来做 第三个程式就是 其实没什么工具或什么 就是我要AI 我就有简单的方法和工具 让我解到一个程度 你很难的 就去用前面两种 一层一层往上追 但是呢 当我没有那么大挑战的时候 我还是有工具和方法 让我可以不要AI 距离我那么的遥远 我想这就是一个 跟当初写程式一样 逐步成熟的过程 那我们很 应该是幸运 正在这个的开端点 我相信未来 在我们一起的努力下 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一起来努力 AI更接近我们 AI其实在我们身边 AI工程也让 AI能够落实到产业里面去 我相信今天的讨论 应该对大家 对于整个AI工程跟案件 有一些认识 那非常高兴 谢谢大家的参与 非常感谢各位以团人 我发表很多意见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自己来鼓掌一下 鼓掌鼓掌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的AI跨页交流平台 登陆会员 获得更多相关资讯 以及今天的简报影片 手机版的来宾 也可以点选聊天室中的连结 再次感谢所有的讲师 以及线上各位来宾的参与 我们下次见 谢谢